现在台湾的房市居然外资也在撤出 也看坏台湾的房市 大家就觉得非常差异了 所以赶快请佩甄姐带我们看看 为什么外资一直在撤出台湾的房市呢 其实因为我们目前呢 对于像是在房地合一税 那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个税制上 其实对于外资是相对是比较不友善的 所以整个目前 我们目前国内的一个房市的交易 还是以本国的 这个国人跟企业还是为主的 那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可以刚刚看到 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房市交易量 还是呈现比较火热的一个态势 其实在今年的一个房市 其实利多的部分是压制了利空的一个因素 那显然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 是在国内的一个经济成长率 它的一个表现呢 将会从去年的低点1.31% 那么要升为到今年呢 像主机总处有预测来到了3.43% 而我们台经院刚好在昨天呢 也有做最新的一个发布 也来到了3.29%的一个水准 所以这个当然是有利于民众的购物能力 那另外就是在这个半导体业了 我们可以看到台积电最近在整个西部干线 包括在先进制程 先进封装呢 那么四处的在进行扩产 所以这个部分当然会拉抬部分 区域的一个房市的行情 跟工业的地区 那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台积电真的所到之处 可以说是房价的一个保证 那么全台有八个地区 在这三年的时间 它的一个涨幅呢 几乎是达到了四成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准 那另外可以看到在台商回台 那么先前在2019年之后 当然它有五年的一个禁令 是不能够投资到房地产市场 而要投入到实质的一个生产 那这个部分呢即将在八月份会解禁 那所以会有三千亿元的这个资金 又会可能会流入到房市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一个几率 会是比较大一些 那我们还是比较看好 它是会投入到商用不动产的一个市场 那另外再通膨的一个因素 当然我们知道今年呢 这个央行其实它也预测台湾的这个CPI 可能还是会达到2.16% 等同台湾在这个通膨的部分 其实有三年的时间 是会连续都达到2%以上的一个水准 那因为台湾其实 这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概念 等于说通膨的一个疑虑下 投资保值最大的一个部分 还是会投入到房地产市场 所以最近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的这一方面的一些需求 还是有进驻到房市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在新清安的这一块呢 其实很明显的从去年的八月份 一直到目前为止 还是在拉台的国内的刚性的一个需求 那财政部最新的统计 从去年的八月份到目前的最新为止 我们可以看到新清安 那整个的一个投入 就是补贴的部分 已经达到了3.6万人 那总金额达到了2640亿元 所以这个规模可以说是非常大 那另外就是在民众对于都更 跟围绕的这个部分 更加的重视了 那我想当然是主要是因为在4月初 国内发生的这个强症 所以我想未来在这个部分的推动 速度一定会加快 那但是在利空的部分 我们也是要特别关注 因为毕竟在这次3月份 央行也已经升息了半码 那不过索性这个部分 我们认为大概短期 对于住宅市场没有太大的影响 那最主要是新清安的部分 政府是吸收了它的贷款 所以是没有做任何的变动 但是呢对于受险业值 我们认为影响会稍微大一点 因为毕竟它对于投资不动产 就是商用的部分 它的一个最低投包率 会拉高到2.97% 所以在这个比例上 就会比较高一些了 那另外就是有关于 过去的这些调控政策 其实短期内很难有松绑的空间 那另外在房贷的负担率 在最新的公布内政部的一个数据 不管是在这个整体的负担率 或者是房价所得比 还是处于在一个相对的高档 那另外就是两岸的 目前的军事的紧张 还有在地人政治的这个部分 还是要持续值得观察的 对所以这是今年 我们看到这个房市 好像有很多利多 但是也有一些这个负面的因素 大家要放在心上的 那到底呢在2024年 要买什么样的一个 这个商品会更好一些呢 买住宅还是商用不动产呢 好那我们首先先从住宅市场来看 其实我们看今年呢 大概是一个量为增 那价格大概是很难下跌了 那这个主要还是因为 在成本因素的一个支撑 那量能增加的不多 主要是目前因为还是在 自住自用的这个买盘为主 所以还没有投资客的一个进场 所以在这个部分很难大幅的做 这个所谓这个量能上的一个推升 那今年的住宅市场 我们还是看好 相对应的是在低总价跟小平数 特别是在这个总价 1000到1500万 当然也符合新庆安的一个部分 而且是两方的一个产品为主 那另外在商用不动产 我们就可以特别看到 科技业特别是在这个 今年的景气的复苏 会带动自用的一个买盘的需求 那另外一个重点可以看到的是 开发商现在也看准了 整栋大楼重建的一个商机 所以他们也开始来进注去购买 所以在今年呢 其实不管是在厂房 厂办 仓储 或者是办公室的大楼 这个都会是商用不动产 今年的一个重点 那反观受险业者 恐怕在今年 整体的一个比重 会再创下新低的一个记录 而在土地的市场 去年其实相对是非常的低迷 那今年渴望是会逐步的好转 那主要是开发商 也看好未来的房市的景气 开始回厂来进行回补了 那另外再看到重要的 这个店面的租赁的市场 那因为今年国内的内需 还是稳定的 那特别我们再看到 目前这个对岸也宣布 有可能在未来 在陆客也会开放来台 所以这个对于台湾的 像是在观光市场 或者是重要店面的 零售市场的控制率 或者是租金水准 都会带来抑制上的效果 那最后我们来看 办公室的店面的租赁 店面的办公室的这个市场的 一个租赁市场的状况来看 那目前其实在今年的供需 其实是需要进行调整 特别是在供给面 慢慢的一个市出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们认为在今年空制率 还是会缓缓的上升 而租金水位呢 它的一个成长幅度 就会有一些收敛了 那不过比较明显的 大概还是会出现在明年 整个房东市场结构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一个松散的一个状况 这个结构呢 将会出现变化 这个将会是明年 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重点 对 所以整体而言 其实今年的房移产市场 应该是这个感觉利多 好像是大于利空的 是 是蛮蓬勃发展的 对 目前是这样子 好 非常谢谢佩甄姐 带我们看到 这个是这个台经院 针对了这2024年的房市景气 一份最新的报告通证给大家